我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 爸爸妈妈每天都会过来给我送吃的 他们告诉我 房子外面住着吃人的怪物 很危险 绝对绝对不要出门 今天我在家门口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出来玩 我告诉他外面很危险 他不相信 小男孩告诉我 房子的外面有花园 有草地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我从蒙风里往外看了一眼 他好像没有骗我 我把小男孩的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 可是他们说我出现了幻觉 外面没有人 外面只有吃人的怪物 我不能出去 出的又好像会很危险 我很伤心 小男孩又来了 我说他是个骗子 小男孩没有说话 他给了我一块糖 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 我很担心他 我自外面住着吃人的怪物 我想让小男孩跟我一起躲进房子里 可是他不愿意 他说自己的朋友还在等他一起过去玩 我想让爸爸妈妈看看这个小男孩 可是自从那天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我很奇怪 难道他已经被怪物吃掉了吗 还是说我真的看到了幻觉 过了几天 我又一次看到了他 这次他带了一些工具 说要帮我打开这扇门 我很害怕 如果外面真的有怪物怎么办 能被打开了 我第一次来到了外面 外面看起来没有怪物 小男孩很高兴 要说自己又多了一个可以一起玩的朋友 我也很高兴 我终于出来了 妈妈妈真的也不太爱了